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诛天记》 作者 庄碧凡 第九十六集 恐怖的力量猛然爆发开来 哪怕是身在水下千丈的潭底 林飞都仿佛能听见一声惊雷响起 跟着就只觉得一股庞大到无法形容的力量 猛的一下撞在身上 林飞顿时眼前一黑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跟着就觉得脚下一软 眼看着就要倒了下去 不过林飞知道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倒下 牙齿狠狠地咬在舌尖上 靠着那股突然涌来的剧痛 勉强维持着一丝清明 一抬手 被鬼爪击飞的东极神石 又再次飞回林飞手中 然后又重重地砸在鬼爪上面 一次 两次 三次 每一次 都会将鬼爪砸得往后退出石杖 但是同样的 也会让林飞身上的伤势更重 东极神石第一次砸出的时候 林飞眼前已经一片模糊 大口大口吐出鲜血 更是将方圆十丈之内的潭水染红 林飞知道 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 林飞已经别无选择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将鬼爪砸退 终于 在东极神石 第十七次砸出的时候 乌云当中的女 终于有些吃痛不住 在发出一声 震耳欲聋的咆哮之后 将那只长达千丈的鬼爪 缩了回去 眼看着鬼爪慢慢退去 林飞终于是喘了一口气 但是 还不能倒下 林飞摸索着 从口袋里抓出一把丹药 这个时候 已经没空去仔细分辨了 胡乱塞进嘴里吞下之后 连气都顾不上多喘一口 就带着残破的身躯 再次催动诸天浮屠 时间已经不多了 林飞知道 一旦鬼爪再次落下 自己必死无疑 诸天浮屠练化之下 原本沉睡的陨石 顿时一片火光冲天 赤裂的温度爆发之下 四周的潭水瞬间沸腾起来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整颗陨石开始变得通红 与此同时 那一片阴雷滚滚的乌云当中 一只黑色鬼爪再次探出 对于一位鬼王来说 27条禁止的杨夫发器 几乎是可以无视的了 只不过冬极神石有些特别 一来重量确实有些惊人 带着万斤距离突然砸下 就算是一位鬼王 也多少要被砸破点皮 二来冬极神石之上 带着无悦的气息 那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金丹宗师 鬼王一时不察 差点被林妃瞒了过去 不过也只是差点而已 假的毕竟是假的 靠着一点金丹宗师的气息 想要瞒过一位鬼王 又谈何容易 不过片刻之间 鬼王就再次笼罩水潭上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水潭上空却突然卷起一阵妖风 跟着就只见一条 乌满密密麻麻鳞片的手臂 忽然从天空当中落了下来 重重地向着那只鬼爪抓去 同时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妖气 冲天而起 毫无疑问 是那位曾经与鬼王争斗的妖王来了 眼看着要被这妖爪抓住的时候 刚要探入水潭的鬼爪 却猛地向上一翻 顿时 两只巨大无比的爪子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庞大的妖气和鬼气爆发开来 几乎将方圆数百丈的地方 移为屏蔽 两只巨大的爪子 一触即退 行山 你从丧终界一路追我追到这里 我可以不与你计较 但是今天你若阻我 来日我必灭你行足满门 阴雷缭绕的乌云当中 突然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声音 老东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线 再敢跟我胡吹大气 你信不信我吃光你那些徒子徒孙 如同龙卷一般的妖风当中 传出的声音显得年轻许多 只是大约是不想与一位鬼王 结下死仇的缘故 那位妖王在撂下一番狠话之后 终于还是没有再向鬼王出手 而是带着遮天蔽日的妖风 逐渐远去 没有了妖王阻挠 鬼王彻底放开手来 那一只巨大的鬼爪 再次探入水潭当中 这一次 鬼王已是全力出手 鬼爪刚一探入水潭 顿时一阵翻江倒海一般的角洞 整个水潭都仿佛被翻转过来一般 激荡而起的水柱 冲天而起 将方圆百里之内 都化为一片泽谷 仅仅是眨眼之间 那巨大而又猙獰的鬼爪 就又一次探入坛底 而这个时候 灵妃却在全神贯注地 运转诛天浮屠 我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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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你快点快 你快点 你摸摸唧唧的你 旁边的剑腰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绕着灵妃飞来飞去 灵妃却是充耳不闻 所有的心神 都沉浸在那一块陨石之上 诛天浮屠运转之下 无数浮转被打入陨石当中 然后又被那熊熊的烈火所淹没 看上去就如同一只只飞入火中的飞蛾一般 龟爪越来越近 从一千丈到五百丈 再从五百丈到三百丈 最后 已是只剩下不足百丈的距离 无边无际的鬼气弥漫开来 让整个水潭都充满了阴冷的气息 早已身受重伤的灵妃 此时再被鬼气侵袭 顿时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但是灵妃却连嘴角的血迹 都顾不上去擦一下 整个人一动不动 鬼气 鬼爪 鬼王 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跟灵妃没有半点关系一样 灵妃的眼中 只剩下那块陨石 以及无数飞舞的浮转 近了 越来越近了 巨大而又猙獰的鬼爪 已经近在咫尺 只差不到二十丈的距离 就能够将灵妃彻底碾碎 成了 终于 在鬼爪即将落到灵妃身上的那一刻 他将最后一个浮转 打入陨石当中 跟着 就只见一阵水流涌动 那一颗巨大的陨石 竟是在突然之间不翼而飞 整个水潭突然暗了下来 所有的一切 在这一瞬间当中 突然消失了 陨石 剑妖 以及灵妃 下一刻 鬼爪重重地落在盘底 轰隆一声巨响 庞大无比的力量 冲击之下 声声在盘底 砸出一个足有数百丈方圆的巨坑 身在屋平当中的鬼 突然发出一阵 惊天动地的咆哮 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 老夫都会把你找出来 这里是丧中界 一个妖鬼杂居的世界 一大早 周小蛮就出门了 身在灵鼎派这样的小门小派 能够有机会进入丧中界 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 周小蛮还才刚刚驻击不久 就算在灵鼎派当中 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内门弟子 这一次 能有机会进入丧中界 完全是因为顾师姐的照顾 周小蛮知道 为了这件事情 顾师姐被人说了不少闲话 就连几位长老 似乎都颇有微词 还好 顾师姐是灵鼎派 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又是掌门亲定的接班人 这才顶住了这些压力 将自己送来了丧中界 为了不给顾师姐丢脸 周小蛮来到了丧中界之后 一直很努力 灵鼎派在丧中界 占据着乌海以南 一片灵气还算充裕的地方 凭借着一手 培植灵草灵木的手段 也算是在众多门派当中 有了一席之地 只是每年都要将三成的收益 交给千山宗 换取庇护 所以 这个小门小派的日子 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每天天一亮 周小蛮就会跟着几位师兄师姐 来到百里之外 神木山 采集灵草 交管灵木 为了不让顾师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